这次泥沙台风过境 首张其中当然是从宜兰过境 那我们刚刚到了现场看 冲农的损害大概都已经超过30%以上 整个农损在宜兰县现在统计 大概已经将近1亿4千多万 那当然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县市 都还在陆续统计当中 因为后面的海棠台风带来的这个豪雨 也会造成中南部的这样的一个农业损害 所以我们还是持续的请农民朋友要加强戒备 当然对于灾后我们现在来到宜兰 就请吴县长跟我们在地的乡公所 跟农民朋友赶快来这个查报灾所 那我们已经公告 依然是我们这次泥沙台风过境的 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这个县市 所以我们对于蔬菜水果各项的 不同的品项都有不同的救助标准 当然除了天然灾害的现金救助 最重要的是要帮忙农民减少 这个灾后复耕的损失 所以我们也请农改厂 农粮署跟我们县政府一起来帮忙农民的需求 对于相关的资财 后面的这个准备 我们都持续来给予协助 谢谢大家